帛琉社区大学学员正专注制作跟台湾老师共同研发的芋头创意料理 把芋头打成泥再混合虾肉起湿 包上面皮就成了虾饼 另一个则是包着芋头跟椰子的阿贝 这样的交流帛琉人和来自台湾的学生都觉得有趣 其实我很想去看他们厨房他们到底怎么煮的 他们有一次我们在教课的时候 我们都用刀子去敲身那个芋头 可是他们拿一个很大的贝壳 然后他这样敲敲敲敲我们老婆跟老婆都吓到 所以我们就很想去他们的房间 他们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工具 跟台湾原住民族一样 芋头也是帛琉人的传统主食 但现在受到美式饮食文化影响 除了较少食用芋头 帛琉人的健康也出现警讯 因此帛琉政府希望借由芋头创意料理 让帛琉人再次爱上芋头食物 两个组都在芋头 因为要推广他们这个芋头的一个文化 他们这边就是因为受了西方文化影响 所以他们现在几乎芋头都没什么在吃 比较想说让他们一些创新创意的做法 也可以说像他们有夜市 也可以说把它拿出去卖 其实帛琉人慢性病蛮严重的 那所以推广这个蔬菜水果的这个食用 也是就是说变成我们计划里面 现在演变之后的一个很重点之一 那所以除了原来的蔬菜水果的推广种植之外 就是说我们也做一些健康饮食的烹饪的这个示范 还有一些营养味教的部分 台湾驻帛琉农业技术团 现在不但协助种植蔬果 也在学校投入健康饮食教育 希望新一代帛琉人可以吃回健康 同时也把帛琉芋头文化重新找回来 于是新闻巴浪在帛琉共和国的采访报导